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波卖在九千五是令人觉得很安心的事情 昨天特地为我会员推出的团圆庆过年 那我说如果各位是观众好朋友 因为我一直在想要讲观众还是听众 常常电视录完录广播 广播录完录电视 有时候会搞混 请大家多包涵 非会员的部分 也就是观众朋友的部分 昨天限额30名 那目前还有7名的名额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 有兴趣的广告时间在打电话吧 来 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二月份一开始 一月份我就不提了 我知道你的记忆力没有这么好 台胜科7涨停 最新标的影台两天两涨停 台胜科8涨停 台胜科8涨停获利调节 影台创新高获利调节 三天两根涨停 狂吓全国所有会员 各位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因为昨天有蛮多要来的好朋友跟我们助理反应 他说他以前不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是当他在外面流浪了一圈之后 让他在外面流连了一会之后 他才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什么观念 全国所有会员 他说他常常听到人家在恭喜涨停摆 这个也涨停 那个也涨停 那个也涨停 全部都是涨停 于是他心动 去了以后 才发觉 电视上讲的他手中一档都没有 他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其他人说不出这几个字 全国所有会员 我这样讲得很清楚 我说台胜科的八根涨停 影台的两根涨停 全国会员你都帮我做见证 从第一根带你转到第八根 我们都是这样在做的 不是在跟你唱三歌啊 阿里山的姑娘 不是啊 是拿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绩效 来present给各位看 2月6号星期五 我说你没有高档顺势获利调节 在9500点 我还告诉你 要小心 没心哪 没心哪的三档股票 我说这三档全部都是在高档 甚至是历史最高点的股票 我在上个礼拜五也跟各位分享 我说你有兴趣知道的 你想一起挥下慈悲的关刀的 欢迎你 上个礼拜五有没有赠送给各位 对不起我绝对不可能等到股票大跌了之后 然后我才来跟你讲 你看那个地方18线翻空 那个地方25线翻空 所以我好准 所以我好准 这档股票大跌 各位你有没有发觉 全市场啊 那些靠软体的人 永远都是讲过去最准 永远都是拿过去涨最多的 告诉你 你看这档股票高档18线翻空 但是你要叫他预测未来 绝对不准 这也是昨天来的投资好朋友跟我反应 他说他买了一套软体 1314的中石化 在一月初的时候告诉他18线翻多 买下去 一个多月了 一毛钱都没赚到 中间他停损了三次 这里停损一次因为指标翻空 这边停损一次因为指标翻空 这边又停损一次因为指标翻空 不说了 在最高点的股票 如果你连产业都搞不懂的话 光靠软体是不可能有用的 魔神载一号有没有跌 上个礼拜五你已经知道这一档股票是谁了 魔神载二号 有没有跌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日线哦 魔神载三号有没有大跌 各位你注意哦 导播可以我们把这边take近一点 上个礼拜五这档股票大涨啊 差两档涨停啊 你这样看起来像什么 哇第二段公式要开始 又有人说这边要创新高了 在我上下的节目啊 我不点名了 结果呢 昨天礼拜一大跌 今天礼拜二大跌 跌破六十块钱 各位你注意啊 这是六十块啊 上个礼拜五再六十三块六十四块 今天跌到这里了 我最笨嘛 人家股票大涨的时候跟你说要创新高 我告诉你要大跌 为的是什么 扑通扑通的热心啊 不要讲良心讲热心啊 这样可以吗 有帮到大家都好 其实我找这三档股票有我的用意啦 各位你看魔神载一号叫三叉叉叉 这叫长头师 魔神载一号叫三叉叉叉 魔神载二号叫六叉叉叉 魔神载三号叫五叉叉叉 第一个数字加起来三六五 我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各位你都有我的 热心的建议 算是另类的长头师啊 跟各位来做分享 再来看到 高档获利果然正确 昨天 请你买进底部的股票 请你关刀 那一些涨到历史最高点的股票 团圆性过年 我也把去年再过年前 我们怎么做的实证 我在昨天都跟各位报告的非常清楚了 都有啊 今天礼拜二 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字 诚啊 诚实的诚 诚信的诚 诚信的诚 各位这个字啊 是有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叫言 您说的话 一个叫成功的诚 言出必行 言必成就 这才叫诚信的诚 这才叫诚实的诚 也就是 你讲出来的 你要做得到 做得到的 你在讲 这不就是我们节目当中 不断跟各位报告的 实在做 实在讲的精神吗 上个礼拜 我特地跟各位预告 下个礼拜一 法说的连 发 科 陈宏下午又要开法说了 关于陈宏我已经不想再提了 谁当初拿3034的连勇 告诉你春江谁 然后呢 暖 谁先知道 呱呱 还记得 不追述 不叫而杀 为之虐 不借事成 为之报 这样股票我也不想提了 我也说了 四四三二的名望时 我还记得 上个礼拜四 二月五号 我说我知道很多人 都在讲名望时 我也相信有很多纺织古的专家 我甘拜下风 我自探不如 因为我说纺织古 我一点都不懂 我懂电子 我懂生技 但是我绝对不懂纺织 我也说了 各位你要赚这种股票 对不起 千万不要来找我 因为这种股票 我绝对不会带你买 因为我不懂 不知为不知 知之为知之 我不懂的东西 我会跟各位很诚实的 来跟你做报告 因为我不希望你来找我 如果你觉得老师好奇怪 名望时有大涨 为什么你不带我买名望时 我不希望有这样子的物会产生 所以我说如果除了小资金的 我每一次在邀约大家的时候 我都是如此讲的 我说你资金如果太小 我的会费对你而言 绝对是负担 或者你没有办法认同 我操作理念的 你认为股市当中有钱就要赚的 人家摔飞机 你也要去放空复兴航空的 对不起 那跟我的投资理念 完全不合 谁不爱钱 我爱不爱钱 我爱啊 君子爱财 天性 没有什么好丢脸 下一句我认为更重要 取之有道 在我心中的道义 是认为我赚我该赚 如此而已 不说了 3529力旺 该卖的时候 我绝对在电视上 跟各位来做报告以及分享 今天力旺创新低 我也不想提了 毕竟现在他又成为全市场的弃音了 我只是要再一次的告诉各位 当初为什么我选择在三大法人 联手买钞最多的当天 11月27号1433张 11月27号 人家三大法人 狂买1433张 为什么我选择 叫你获利一出清 一张不留 这是我的system 这是我的cons system 这是我的系统 这是我的连贯性 这是我的一致性 我希望让各位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你选择的投资的顾问 是不是具有这样子的专业 以及什么 卡打 担当 再看到今天 联发科 2014也就是去年 营收获利都上新高 EPS来到将近30块钱 巴克来调高 大摩调高 里昂调高 巴黎镇调高 请问你认为今天的联发科 应该大涨还是大跌 不用我讲 可能你也知道 今天的联发科叫躺平 跟着法人进出 你会赚钱 全台湾没有人会赔钱 我再强调一次 关于联发科的看法 我仍然没有改变 在400块的时候 我不断提醒各位来做买进 在480几块的时候 我说我一点都不会推荐 484块的联发科 不赘述 高通的垄断案 罚金创下的天价 上看500亿 各位你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请问单兵该如何处置 高通的单子会不会留下联发科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联发科目前的产能 有没有办法supply 高通的distract order 这才是你需要知道的 我直接告诉各位答案好不好 不行 所以 为什么联发科之前要推出Face 2的计划 这是一连串的 consistency 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 这是一环扣住一环的 这个对你的获利来讲 才会造成很大的差异 重点是有没有人把新闻背后的意涵 meaning present给各位 所以当初我说 联发科的Face 2最重要的是降低PEA缺货的风险 从本来16P 20P 24P不同的规格之下 他现在统一他的规格 会变成原本让很赚钱的公司变得没那么赚钱 让原本没什么赚钱的公司赚得到钱 这是重点 所以我说像是宏杰科本来赚很多的 拜托请你一张都不要买 请你赶快跑 不要跟一般的投资人站在同一边 48块了 我说真的上来了 你跑不跑 你不跑 摔死 你不跑 摔死 法人开始大卖 赚股票你千万不要报过年 我拜托大家 现在没有人在讲宏杰科强者很强了 你相信我 我永远讲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 只要他敢跟你讲这四个字 强者很强 他就会带你买在最高点 你永远记得我这一句话 会帮助你很多的了 罗伯敦三人子 友达群创华雅科 这种股票你一张都不要买 我永远都是这样子 友达群创华雅科 该说的 我都说了 下半段再来跟各位报告 什么样底部的股票 是适合让各位 现在来做买进的 进入广告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兮兮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试能检测 体试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试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关 2913 1333 股市中方向不轻 温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先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情理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 无往无利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 3201 026630 3201 智夫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 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贯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 3201 026630 3201 股市中方向不轻 温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脸 发掘第一名的钱力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 无往无利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 3201 026630 3201 请先用 不好意思啊 暂停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不知道有人介绍 他有准备分 是水的 那就是啊 古兵市中的阿龙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焦油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烤肉烟酒碎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年一 书健康不去买吃烟烟 嗯 这三四天会让你赚三四根掌紧 我知道到现在还有人在送股票的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没那么厉害 真的 那也不是我的做法 该买的时候 我会告诉各位 9500来了 该卖的时候 我也如实地跟各位报告 其实我觉得 如果各位想要在这个专业的投资市场 找到一个属于 找到一个好帮手 甚至是一个好的桥梁 好的连结 我觉得有一点是各位可以去 参考观察的地方 就是说 这位投资顾问 有没有把各位 当成 自己人 各位我举例好了 今天如果是你的亲人 你的亲朋好友 甚至是你的至亲 他问你 现在可不可以买股票 如果你认为会涨 大盘会涨 那当然没问题 买吗 如果你认为大盘会跌 我假设 如果你认为大盘会跌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 你会不会跟他讲 没问题 赶快买就对了 你会不会骗他 不会 你会跟他讲 我觉得大盘要跌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会马上大涨 没问题 你先不要买了 这样好吗 有很高的股票 你来放肠 你应该会这样讲 最后回来 请问各位 加权指数是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吗 不是啊 有大涨的时候 有大跌的时候 有大涨的时候 有大跌的时候 那我请问各位 上上下下的节目你看看 谁在高点的时候 敢叫你来放空 那就是自己 因为他把你的钱 当自己的钱 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如果是那种一年365天 每天叫你做多 每天在送你股票 关掉吧 这也正是 全市场 全市场为什么 就是没人敢讲 一论面板不好 因为这些股票 你手中有 听到 可能你会不高兴 一不高兴 我转台 我不参加会员 为什么我拼命讲 讲半年 为什么2384的圣华 把61块叫你放空 被我讲到下次 因为什么 台胜科的八根掌题 我强调 全国所有会员 从第一根 从第一根开始 跟着我赚到第八根 我不是在唱三歌 我是在拿出全国最棒的几角 接下来 又没有人讲台胜科了 我告诉你什么 我们卖的漂不漂亮 还有买点 今天小长 还是有买点 我不认为台胜科 只有八根掌题 可能够不够清楚 影台今天表现也不错 上个礼拜赚的影台 还记得吗 还有获利苏星的汉科 我就不一一的提了 今天会特地针对 老师的救会员 团圆庆过年的专案 剩最后七名 如果不是会员的 昨天有30个名额 今天剩下的七名 同样一起的备用 邀约大家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出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苦一点 我掌握了多一人的就业市场讯息 找到无限的机会 之前找工作没头绪 为了这只24小时免付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轻向飞运机平衡 我们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 大陆社会需要分析的资讯及准备 擅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中文字幕提供 方向不清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 无网无利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 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 你都存在哪 银行啊 而且是有招呼存款保险 到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 最高保位新台币 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 都纳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 我是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这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唯一的家 让我们停止环境的破坏 与资源的浩劫 重建并恢复我们的土地